大家好,我是叶盈飞 今天讲张三峰的太极权 为什么很多人说传统太极权是不会格斗的? 但当年杨识太极权的始创人杨露蟬 乃是大清朝的国师 武林中人都称他为杨无敌 这样太极权又怎么会不能格斗呢? 其实现在练习太极权的人士 大多只是养生修身 缺乏很多忌激的训练 一般我们练武术 大致有三种练法 第一种练法就是文练 第二种练法就是武练 第三种练法就是横练 简介一下这三种练法 文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养气 用气养五臟六腑 练习的时候是没有工具的 只是假想对手出招 自己怎样运用招式去破解 现在我们练习的权术 现在我们练习的套路 就是主要文练的一种 但现代人练的套路 很多都是没有名师点缺的 所以学不到内里的精要 文练其实是一种上乘的练习 主要是练习内功 启动身体的内部 未打开的机能 配合招式动作 发出猛劲 第二种就是武练 以单独锻炼 一招一招的攻击力为主 练习的时候 多数用沙包 木人装等工具 增强肌肉的力量 和骨头的硬度 在现在练习散打 搏击 主要就是这个练习 以体格的力量取胜 但没有练习 黑敌七分 双脊三分 拳脚击出的时候 有强大的反振力 对自己的身体 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身体有再生力 所以不会觉得有大问题 但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 我们的身体 会比平常人下降得更快 这个就是大多数的运动员 退役的原因 第三种就是横念 横念不同于文念和武念 它是着重锻炼身体 而轻视招式 一般横念 就是用外物打磨自己的身体 某一部位 好像铁砂掌 铁布衫 铁头弓 它们利用呼吸套立 以外物工具 锻炼身体的硬度 好像用木棒打击身体 铁通磨脚骨 手指插铁珠 或用头撞击砖头等等 增强我们的身体抗打能力 和特殊部位的攻击力 这种方法对习武者 自己的身体 会比武炼伤害性更大 但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懂得悼念习 加上有古药方 和气功的辅助 到达四十岁的时候 转以文炼为主 以二炼气 身体会比单一文练的习武者 更为老当益壮 总结三种练法 混合得宜 才可以发挥中国武术最高的境界 如果不是 就没有张三峰 杨露蟹 这些绝顶高手 在这里顺带一提 杨露蟹的儿女 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需要接受艰苦锻炼 才能够成大器 见过杨露蟹武术的人 都说 他身弱元侯 手弱气球 可想而知 他的身法 步伐和出手有多快 这里就是叶瑩飞对太极拳的解读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